这边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金三角地带 马路上空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人 马来西亚18号锁国之后 连吉隆坡市中心也成了空城 这黄金地带 平常这边都人山人海 目前是路上没有什么车也没有什么人 八国总理下令禁止人民出境 外国游客也无法入境 剩下唯一看得到人潮的地方 只剩下要购买民生必需品的超市 这边是吉隆坡的超市 甚至超市里买菜民众还是有人不戴口罩 不过超市里大致上货品充足 并没有像其他国家发生了抢购胃空的情形 真的多多少少影响了 这边不管是华人或是台湾人的生活 但其实很多人也是因为历史的关系 马国疫情大爆发 包括了前首相马哈迪 都因为曾近距离接触确诊患者自行隔离 而面对疫情来势汹汹 也让当地的华人感到不安 马来西亚所国到月底 会不会继续延长谁都没有把握 现在当地的民众也只能尽量带来家 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记者廖一致 吉隆坡报导